我們剛剛講到樓下 CK問我們的偉大特首林鄭月娥女士 她的回應 我完全不知道她怎樣回應 我們全看了 因為現在又是瘋傳的 明天新聞可能會有這麼多好消息 所以這件事還是留給Peter和韓安達討論 這是關公問題 我們這個節目還不是講正事 但是繼續開心 我剛才說想問問你 你小時候讀書節 我讀過很多幾家學校 你說小學是什麼 今天就是小一派位 小學讀過沙基溫、阿公岩、崇珍小學 你父母或家長怎樣幫你選擇學校呢 我真的不知道 如果你問我四五歲的時候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後來因為住在北角 所以我爸爸就去讀北角堡女街 官立小學 你有沒有聽過中升小學 這個名字很熟 就是堅尼地盛的 旁邊有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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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邊有一間浮標 那你就會跳海 而且衝涼的地方 不是隱蔽的 旁邊有一間板遮住 然後就看到花灑 我好幾多小時才會拍 因為我住在西環的時候 就是在那裏讀過一個學期 我們有了新界 剛才KT的問題就是 家長怎樣跟子女去選擇小學 在我們那個年代 最近的就是 好處很容易的 旁邊有一間獨 我們的元朗也是 你搬到去就能自動進去 就是一家大小一起去 扣見校長 現在你這樣說 我有一些記憶 後來我問我爸爸媽媽 我問為什麼你扔了我去沙基灣 阿公癌的崇禎小學 我媽媽的答案 我現在明白了 沒有就等你學習自己坐電車 自己去東大街走進去 我想你經驗一下 但我當時記得 我回來的時候 工人就在電車站等我 等你 那你媽媽真是用心良心 她送我去坐電車 我真的去坐電車 因為我記得看著太古的船艙 現在的記憶游失 當時當然沒有太古城 到阿公癌 一到沙基灣東大街 一水浸就不用上學了 因為浸過腰 全部都用艇 那位置 崇禎小學是高的 前幾個月 我就去沙基灣東大街 很多美食 意圖找回 那間崇禎小學 有個伯伯說 不用找了 改頭換面 那我朋友的車竟然被人抄牌 我其實想去尋訪 往日的時光 想去看看我以前讀書 因為崇禎小學 是基督教的 我記得有個教訪仔 上樓就當當當 有一棵古老大樹 看到阿公癌的漁船 打魚回來 有那些小漁村情懷 那時候的東大街 全部都是兩層 真的是老香港 看到這些打鐵工場 做煮飯煲 手工工場 做鞋路 手工業 一戶一戶手工業 這是我記得的 打鐵斗木 我住在那幢大廈 不是大廈 那時候是三層 四層五層的堂樓 那裏有個所謂 波波齋學校 有些壽菜也好 不知什麼人 開一些私立小學 在那裏讀 讀讀讀讀 即是私人小學 我最記得 第一 那是住宅在西盈盤 電車路 你當時是西盈盤掌大 我很記得的 第一 那個先生 當然是老師叔 最記得就是孔子像 有一張孔子像 有個相家掛在那裏 一定要去鞠躬 沒有地方聚會 總之一群小孩回去 就要鞠躬 第一 第一 我有一次 有上五班 下五班 下五班 沒有工作 如果讀上五班 下五班 我白艷就去整股學校 按鐘 按鐘就走鬼了 那些人出來開門 沒有人 以為很聰明 玩了幾次 又被人抓住 抓住 要打藤條 即是打間尺 打手 跪在孔子像上 所以到現在的孔子像 我很記得 但是讀讀下 真的不對勁 這些學校 慢慢收縮 和取締 我想親戚 都是在附近住 親戚 不如去那間小學 叫聖彼得小學 就在香港於對面 想不到那間是一個名校 我又不明白 我為何會考得到 我三名級才插班 三名級才進去讀 可能你媽媽當時敲了很多門 我想不會 但一定是有人介紹 說可以去那裡報 我想那時候收縮的條件 不是那麼嚴苛 你肯來讀 他都收縮的了 繼續 所以在那裡讀完小學 在那時候才正式學英文 因為那些師叔是沒有英文學的 所以說Pen、Man、Pen、Man、Man、Man 就在那時候開始讀 剛剛三年級才開始教英文 所以整個過程很深印象 你們倆會不會有我這種 記得以往的情懷呢 當時我家也稱為幸福 有機會去新界遊 吃海鮮等等 但我很記得每一年學校的旅行 很緊張 去什麼洪梅谷啊 南生圍啊 現在小孩子沒有了 地鐵、港鐵、什麼都到處都去了 以前去馬灣山是郊外 都很郊外 你知道我們在西環去哪裡旅行 去冰頭花園 你很厲害的 我們去洪梅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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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梅谷 洪梅谷後來我住在那裡 那裡就是隔田村 現在的小孩子 你說他們去旅行 其實他們沒有什麼寬恩 因為我們那時候 真的拿一個不是飯盒 總之是包著三文字 拿一個蘋果 拿一些葡萄籽 拿一瓶糖果 椰子糖 就去旅行 五餐肉 三文字很厲害 五餐肉後期 我們那時候不是的 可能是火腿蛋治 我記得是這樣的感覺 那時候說學校旅行很厲害 那時候叫野餐 現在小孩子不知道什麼叫野餐 拼命 外國就很流行野餐 我的孫子在英國 他父母有空就帶他們去野餐 真的去到家外的大草地 就攤一塊布出來 因為你在南西蘭的學校 還有什麼 Pony Riding 你可以參加科學活動 就是騎馬仔 去學打 不是打鳥 去捉魚 去釣魚 去荒郊野嶺 小溪旁邊 認識那些植物的名字 什麼類型的植物 傳播的花粉 這些知識 我想香港真的很缺乏 其實是不好的 我們小時候 爬上蔡西湖那裏捐山洞 隨便撕的東西來吃 會中毒的 我們爬上蔡西湖那裏 現在蔡西湖豪宅那裏 以前是個湖 我們那裏捐山洞 那些沙洞 哪裏打邊裏 哪裏捐山洞 我都記得 但現在湖田了之後 就建了蔡西湖 四十多年 其實那時候 香港一斜斜地 已經是山邊 Peter 你可能搬到新界 你見到更多 你講的是北那裏 我講的是西環那裏 香港魚根本 哪裏有這麼多屋 那時候 根本就是搬鹹度以上 根本就是山的 我們真的想去捐山坑魚 捐蝶 那時候 那時候 摩星嶺已經是一個很荒僻的地方 你摩星嶺做什麼 去拜山而已 差不多 我記得那時候 七八歲 去巴丙頓道 已經沒有大廈 沒有大廈 全都是捐魚 三四 最多是四層的羊 好像townhouses 當然沒有升降機 但是那些屋現在真的沒有 鎖剩也沒有 我相信沒有 前兩天在信報看 紀元 北角紀元 紀元那裏 紀元台 拍攝當年 宋琦夫婦 和張愛玲 他們住在紀元 後面就是紀元 他住在前面 原來在北角的拍照 拍到北角的山 一座一座 就是那些大的別墅 有山丘的感覺 還有紀元台當時是豪澤 杜月生那裏出現的 五四五五六年 我在明報晚報做打工的時候 我在紀元台租了一個梗房住的 梗房而已 不是一個單位 當然不是啦 哪有錢租的單位 但是紀元 很厲害的 張愛玲當年也是這樣的 張愛玲絕對在北角 就是在捕頭的項庫 我五四五年去紀元台上捉壺 就張愛玲在這裏的年代 我覺得和張愛玲好像 扯出了一點關係 因為我在那個環境裡 想想 小上海在北角是 當時很有氣派的人 當然不是很多人 所以北國裡面的點點點點 我都可能是一個活字典 我對地理環境 街道的改變 我都很有感觸 我有一天特意走運成春央街來回走一圈 有人說怎麼搞的 我就想聞一下我小時候的童年回憶 那時候看著用草來摘的買菜 魚也沒有東西的 魚是用草去摘 那時候的年代很厲害 那時候很厲害 那時候在那時候要用報紙包的東西 那時候可以用報紙包的東西 那時候我想很多現在的小朋友 都不會想到也是這樣的 現在的小朋友聽你這樣說 都說吹噓了哪裡可能 包到報紙的字粒 痕痕的紋 有顏色的 黏黏的豆腐 就這樣吃 現在是中毒的 真的 油麥 很毒的 以前生果四個六個 用雞皮枝包出來 上面有紅紙 再用草包著它 送禮 那時候送禮是要展示出來 是甚麼來的 可以看到的 這些情懷 幸好我們經歷過 我問那些朋友 你這麼想介紹這些東西給小朋友 不如找一些當日的黑白片 或者一些照片給他們看 那些小孩不看的 覺得很悶 不會再有興趣看的 不過那時候由西螢盆路西環去北角很遠 我都忘記了多少歲 我試過一次很神奇 我表姐住在北角 她在北角上班 就是北角租房 那時候我忘記了多少歲 很大膽 有一次居然是自己搭電車去找她 但只是夠錢搭去 沒有錢搭回來 想著去了找到她的解決 誰知道去到我表姐睡了 那包租婆婆不開門 有個小孩來找她 那時候怎麼辦呢 走回去西環 我沒有走到 我賴死不走 終於等到表姐醒了 但好像你說 如果當時我等不到 或者要走回去 真的不知道要走多久才能走回去 但我又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那時候這麼夠膽 只要夠錢搭一程車 又沒有錢回來 可能就是想著去到就搞定 找到表姐就沒事了 要去探望她的特別目的 沒有啊 純粹是 我想小時候年來 沒有那麼多人打電話 過晚上要去看車 沒有那麼多這些事情 沒有那麼多繁集的都市 出問題的事情要提醒你 我們不懂這些事情 我也試過自己坐10號巴士 經過舊金鐘兵房 一直去到西應培政街 但是我試過很多次 試過有同學子住在西應培 我媽媽就給我坐巴士 在近北的碼頭附近10號巴士 關城已經有了 我們就聰明到坐19號巴士去泡馬地頂 我有個伯母住在東青道 媽媽就去打麻將 沒有人照顧我 不知道什麼梅姐就跟媽媽說 那行了 我跟二官上去19號巴士 那時候不是小的 都要10歲 就自己一邊坐到 跑馬地頂的東青道 10號巴士有60號巴士 那在中站有沒有人接你 不不不不 總之去到中站有 東青道有人接我 對 你那時候 你媽媽真的很聰明 放你去收基灣 阿公岩崇珍 給你有機會傳達 這個年代的爸爸媽媽失誤 不准不准 還怕死 找工人送 Pieter你去新界 是不是都走多了很多呢 養成了我們這些 周山跑的性感 我們周圍跑 自從我們會踩單車之後 單車周圍去 我是由元朗踩到青山 咖啡灣的 他是虎學生來的 真的 我們讀書的年代 林毓華是虎學生 一天就是 氣流氣喘衝過來上課堂 氣流氣喘就走 因為他要賺錢 又不是真的那麼苦 挺滑脆的 我去浸會讀書 interview那天 林毓華先生和我一天 所以他的學號跟我很相似 我是692234 你是多少 我是60369 你讀了JD 你升年級的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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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你一起 interview 就見了余下佬 所以我就是69234 你是68 我不知道 我就因為小學五年級 我在聖彼得讀 小學五年級 轉去九龍住 申請了公屋 於是要坐車坐船 已經上學了 小學 中學又在那邊讀 以照大學 但做就了機會 每天都坐船 上學 我四位去 油麻地去佐敦 油麻地 如果省錢 正常就是坐佐敦的統一碼頭 現在沒有人知道什麼叫做統一碼頭 因為沒有了 過海道輪 對面的叫做佐敦道碼頭 現在沒有人知道什麼叫做佐敦道海碼頭 那時候是聖佐治公園 還有在旁邊那裡 那時候有氣棚做大戲 現在那裡很厲害 叫做阿士丁 很貴的 四五萬元一尺 如果要乘坐佐敦道到統一碼頭 就要乘坐四號七號去波符林 或者搬咸道 那年代又沒有隧道巴士 如果不是 就在深水埗 搭油麻地小樓 過海來到上環叫做威利麻街碼頭 很多人都應該會記得的 威利麻街碼頭 一上就是高星街 威利麻街碼頭 上去英王或者聖彼得小學 是要穿過東邊街西邊街正街 要上山的 我們很喜歡的 周山走的 那時候下碼頭 真的有很多苦力 殖民地年代叫做Cooley 但是就是苦力 真的叫做三角碼頭 地達一辣過 所以後來去到石塘咀 就是關錦鵬拍那個 什麼 《魚花》 那個什麼戲 《院志球》 《魚花》 石塘咀年代就是這樣 就是在那個環境 我在西環住的時間很短 在吉塞街住 在海皮就是了 剛才你說的菇梨 很厲害 是赤裸上衣服 沒有穿衣服 整袋米 是很重的 可以一個很窄的板 就這樣 那班是蜘蛛 壓一下 壓一下 很厲害 你看到都牙煙 但是他很厲害 那些平衡 每個人都像Cooley 可以表演 我覺得 他用那些插著包子 一托就算 很厲害 還有那個年代 我很記得 很少人紋身 到六年代 七年代開始 有人紋身 所以後來紋身之後 就黑話了時代 七年代之前 沒有人紋身 七年代之後 可能出了什麼名堂 叫狗惑者之餘此女 就是紋身 所以我很記得 那時候媽媽當然說 哇 當然我認為 政治不正確 這個年代說 紋身就不是好人 當然不是 其實紋身是一種 身體上的理術 上個星期我和安達 在關公電台說 為什麼那麼多足球明星 是紋身的 也有說到 當時我們香港 都有很多人去行選 有些思鄉病 一樣會黑了一些東西 家人是家人是家人 記住 這個就是我的故鄉 或者這個就是我的親人 因為行選一去 是去很久的 所以年輕的時候 你早點放他 到處走 其實是有另外的得益 起碼造就了我們這些 嘴又多 路又走得多 什麼都多 所以我是天生 對世界有很大的好奇感 我是好奇心 所以讀書的年代 從頭到尾 都是聲稱 有什麼問題 我是第一個舉手的 因為媽媽鼓勵 我說你要問 你不問老師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後來媽媽還說 如果你問 你就幫了其他同學 因為他們不敢問 他們怕醜 媽媽真的有這個 教我 因為你代表了同學發現 後來我就很勇於 舉手問問題 我以為我媽媽給我嘉倫教育 是相當好 黃瞻 黃瞻也是這樣教我們 說 你要什麼去教育 公開演講的 第一個舉手問問題 是人都記得你的 你一舉成名 台相也出名 你也出名 你問得好的時候 每個人都對你令眼相看 現在就不是 要求人問的 真的 說完之後 十分鐘都沒有人問 如果人家有手機 按兩按已經知道答案 大致上的答案 是不是 我覺得也是有原因 有原因 但有時候 當有個當事人在 或者他是 他是那本書的著作 或者他是有些特別的 親身 或者他有不同的看法 他是錯過了機會 是 因為幾年前 香港大學 還有一位教授 請我去分享一下 究竟什麼是說真 他對前一位 是說的攝影 我看一些拋板 他是做得很好 他說 我不懂攝影 我不講那個題目 不如我們講 我從新聞角度去講 什麼是真 什麼是假 我是一個在職的新聞 或是一個傳媒人 我覺得 當日的同學 是有些奇怪 反應是很冷淡的 是 很冷淡 究竟是林毓華 不是 他完全不認識你 因為他年輕 而且他們人太多 百多人 兩班混在一起 那個是一個人 我經歷說 阿伯是說社交媒體 當然是不認識 所以我經歷找了一個真正在行的 在香港 除了阿聰之外 我想他也是另一個最厲害的 Eugene 就是在一起 他在網上也很有 在平台上 Facebook也有很多 很多 很勇敢 我有一個年輕人 然後搭一個老餅 挺好的配搭 真的 所以我贊成 在這些場合 無論是政界也好 娛樂界也好 什麼場合 都應該找三幾隻妹妹 要的 即是你先搞起氣氛 不是說笑 是真的 即是如果你真的想做一個Event 你想成功的話 你真的要做這些 這些手腳不怕做 真的 有些大學教授這樣想 我一位退休的 是香港大學教授 他教化學 他跟蘇斯和很熟 他經常說 如果有一個蘇斯和 他就說半個小時的書 然後留下15分鐘 就讓蘇斯和說笑話 他說學生一定是肚子 一定是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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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是 學生投訴說悶 所以理直氣象說不去上課 但我覺得 這些第一是互動的 第二是老師 沒有責任去娛樂你 要娛樂你 稍後回來 其實我有一個話題 想大家分享 因為我最近經過七十一 看到威康先生的照片 在周報上做封面 我突然間有個感覺想說說威康 好啊